风狗一般的卡米拉已经和查尔斯父子闹了好多天了 卡米拉总以为自己是查尔斯的全部没了他 查尔斯就无法活下去 所以他连一点面子都不给查尔斯 但是和威廉他只能是发一下小小的脾气 不过按照目前的结果来看 在这次的闹剧里卡米拉并没有获得胜利 反而是因为自己的不知好歹而失去了他原有的东西 在参加完老女王的去世纪念日之后 威廉进行了深度思考 最后威廉还是决定重新接纳哈利 让他重新回到王室里 因为威廉觉得血永远浓于水 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就会越来越觉得心情的重要性 而威廉正处于这个阶段 他觉得无论哈利之前犯了什么错误 都是可以原谅的 因为没有什么比亲兄弟在一起更重要了 但这直接影响了卡米拉之子汤姆进入王室的计划 而卡米拉也本着干不过继子就找查尔斯算账的原则 直接对外都出了查尔斯的一些黑料 比如查尔斯脾气不好 经常痛骂工作人员 以及每天要吃一些奢侈的早餐 其实查尔斯作为一个老宝宝直接到国王的看月 其实是可以理解的 查尔斯本来就是养尊处优的少爷 其次一直都很少有人能够庇护儿子70多年 宠溺70多年有点坏习惯也是很正常的 但这一次查尔斯对卡米拉的行为感到十分生气 据悉查尔斯生气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卡米拉爆料的内容 而是不想接受卡米拉的威胁 为此卡尔斯也做出了一个强有力的回应 自从卡米拉加冥完之后 他就一直想把自己的孙辈们拉入王室 尤其是儿子直接想取代威廉的位置 但查尔斯迫于王室其他人员压力 一直没有答应他 卡米拉也看到希望渺茫 于是卡米拉又转变了想法 既然权力无法赐予 那么得到一些财产也不错 于是他和查尔斯又是一顿软磨硬泡 结果查尔斯也不知道是哪根筋搭错了 居然答应了卡米拉的无理要求 让汤姆和威廉享有同等的继承权 轨迹多端的卡米拉为了防止查尔斯走到自己面前 而威廉不承认 于是要求查尔斯把这个要求写进遗嘱里 可毕竟这不是一件小事 还没等实行就被安妮公主扼杀在摇篮里 于是遗嘱的事情并没有落实 但查尔斯确实口头答应了卡米拉 但这次卡米拉抖出黑料这件事 的确让伤了查尔斯的心 于是他直接公布了遗嘱的分配方案 来回应卡米拉 而卡米拉也为自己的做作买了单 查尔斯决定将自己所有的遗产都留给威廉 连哈里都没有提及到 这让毫无准备的卡米拉 一时陷入了被动的局面 卡米拉做梦都没想到 查尔斯会突然来这一招 这个决定无疑让他在王室里潜伏了这么多年 毫无收获 好歹之前还答应给汤姆那一部分的财产 但是现在却和汤姆没有任何的关系 这也让卡米拉明白自己的地位和价值 据王室仆人透露 这次卡米拉真的哭了 这也是仆人见到卡米拉为数不多的哭泣 估计卡米拉的泪是因为她觉得查尔斯并不是真的爱她 她从事至终都是棋子 其次是儿子汤姆真的是得不到任何财产了 不过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这一切都是她自找的 所以也没资格哭 吵翻了 凯特不愿让乔治读寄宿学校 查尔斯拒绝 威廉做法太解气 英国王室整个继承顺序都上升了一级 凯特米德尔顿和威廉王子的儿子乔治王子 成为了王位的第二顺位继承人 由于这种转变 查尔斯似乎想让乔治承担更多的责任 虽然他可能是第二顺位继承人 但他仍然只有9岁 据说 凯特期望孩子能够和其他孩子一样 在正常的环境下成长 一位内部人士告诉OK杂志称 凯特王妃对他的大儿子乔治 将执行更多的王室公务 持开放态度 凯特认为 乔治不受特殊待遇 对他们的家庭很重要 消息人士说 查尔斯已经表达了他对乔治的感情 而凯特愿意给乔治更多的公开亮相机会 然而知情人士补充说 凯特据称有一个条件 在每项公务下达之后 他需要替乔治王子把关 并且只有在他同意下 儿子才能执行每项王室公务 对他来说 国王对他孩子的决定并不是最终决定 他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如果这引发了裂痕 甚至是一场全面战争 那么他会秉持顺其自然的态度 果然 凯特和查尔斯有很多相似之处 包括他们都觉得 对英国和英联邦负有深刻的责任 但在养育自己和威廉的孩子方面 凯特却截然不同 国王已故的父亲菲利普亲王 国王本人以及他的兄弟安德鲁王子 和爱德华王子 就曾读于苏格兰的一所精英寄宿学校 戈登斯敦 威廉和哈里都曾就读于寄宿中学 伊顿公学 乔治和他的兄弟姐妹们在布兰克鲁上学 但他们不在那里寄宿 这证明虽然凯特会听取意见 但最终他和威廉对孩子们的事情有最终决定权 乔治王子作为长子 承担着更重的责任 毕竟他将来要继承王位 肩膀上的责任越重 乔治需要承担的也更多 压力更大 下个月才满十岁的乔治 年龄还非常小 性格也颇为腼腆 母亲凯特对他不放心 不让他寄宿也是不奇怪的 愿意与公共对着干 也要保护儿子 凯特是没错的 可惜的是 凯特王妃在这件事情上 掺杂了太多的私人感情 也许会让公共不高兴 不久前 凯特在一个画展上 无意间抢走了查尔斯和卡米拉的风头 似乎已经惹得公婆不高兴了 然而据报道 王室内部的消息人士对查尔斯参观花园 展受到米德尔顿的影响 表示担忧 媒体对米德尔顿的大量报道 可能让查尔斯觉得儿妻让她黯忍失色 这并不是查尔斯第一次有这样的感受 在她与已故戴安娜王妃结婚期间 她曾经常觉得前妻戴安娜抢走了她的风头 在1995年臭名昭著的全景采访中 戴安娜承认查尔斯嫉妒她比自己更受欢迎 她说 我们夫妻俩在媒体上的压力是巨大的 被很多人误解了 她透露了他们执行王室公务时的情况 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她身上 让查尔斯感到被忽视和低落 不过 英国王室放出了消息 称查尔斯恃不嫉妒儿媳 反而觉得年轻人更加喜欢儿媳凯特 凯特多现身对英国王室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 英国国王看来不像传闻中的那么心胸狭窄 目睹凯特王妃和查尔斯国王 因为乔治王子的教育问题吵翻 身为婆婆和妻子的卡米拉的反应让人侧目 她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 竟然完全没有站在凯特那边 还一言未发 看着儿媳和丈夫发生争吵 另一方面 威廉王子也是站在凯特王妃这边的 卡米拉这样做无视了威廉的感受 查尔斯和威廉夫妇的关系若是急转直下 那么对卡米拉还有她的子女恐怕是有利的吧 威廉王子也许是看到了继母真正的一面 选择在了卡米拉面前维护他们一家的尊严 不像继母行屈膝里 真是大安娜王妃的好儿子 威廉做得非常棒 她的做法真是太洁气了 她的尊严王妃的尊严